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何文遥 曾经当过国民党主席 立法院副院长的洪秀柱宣布 他要到台南参选立委 洪秀柱直接对国民党党内大佬说 我可以 你们也可以 专家说了 这么说是对着吴敦毅来的 他要吴敦毅 洪秀柱要吴敦毅 不要想那么简单 就直接在国民党担当里面 就当任不分区立委的排名 其实洪秀柱跟台南一点渊源都没有 他说台南绿道不行 这一次他代表国民党在台南初选 也被国民党党部打了两耳光 据说国民党党内 有针对于台南立委选情的人选 洪秀柱这么做 对国民党是加分还是扣分呢 不过仍然对国民党党内 有非常多愿意的是郭台铭 最新的消息表示 可能下个礼拜 最慢下下个礼拜 郭台铭要出来宣布 他的确就要参选 今天的确有这个非常可靠的来源 那么郭台铭这一阵子以来都没有出现 实在是因为对国民党党内窃心 这一次我们看到 待会您看到一个最新的民调限数字 表示如果郭台铭 加王金平 加柯文哲 这三个人合在一起的话 赢了小鹰 也赢了韩国瑜 看来郭台铭即将脱党参选 这个政坛的震撼弹 即将就引爆 不过引爆之后 对谁的影响会最大呢 今天对来宾 首先欢迎迎台北市议员简直辉 文耀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7月底郭台铭回国后持续神隐 但他可能参与2020总统大选 传闻不断 别说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连跟他有交情的前总统马英九 都无法跟他通上话 国民党大佬忧心 尤其郭台铭回台隔天 8月1号先见了柯文哲 8月3号再跟王金平碰面 8月6号柯文哲阻挡 郭王两人送上花篮 他们的共同友人还透露 两人将在下周碰面 讨论要郭王配还是王郭配 一边有政治资历 另一人有雄厚企业背景 无论怎么配怎么合 都对国民党造成压力 郭王这两天在很多平面跟杂志上 其实都有看到 未来合作的很多版本 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 团结都不一定能够当选 更何况分裂的状况 大家能不能够相忍 不要说为党 为中华民国 我们也希望郭台铭董事长 跟王院长可不可以做更多的考量 对传出讨论 郭台铭办公室发出新闻稿强调 郭王好友见面很平常 现阶段见面还是讨论 中美贸易战 香港状态 还有民进党执政不利 外界聚焦正副搭档太过跳跃 何况郭台铭到现在 还没有跟大选有关的计划 即使如此 百民不想当副手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还传出是想当造王者 拱郭王配成局 好 最近的消息指出 郭台铭下个礼拜最慢 下下礼拜 他的确就要脱党参选 其实郭台铭这么做 他也在观察 他出来选到底胜算有多少 来看这个最新的民调 最新的民调告诉我们说 郭台铭 柯文哲跟王金平 到底是谁当王不知道 到底现在柯文哲选不选 好像他简像不选 到底是王当政的还是郭当政的 不知道 但事实上来看到 三个人合 33 蔡英文29 韩国瑜28 这个民调也代表这一阵子以来 似乎大家都很期待 郭台铭真的出来选 范老师 之前你上节目的时候 我似乎曾经听说过 其实你也断言 郭台铭一定会出来选 因为郭台铭出来选 不管怎么样跟王金平合作 跟柯文哲合作 的确对于民进党 对于国民党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对 这个组合的确是一个黄金的组合 那我个人认为柯文哲 不太可能当副手 因为他自己已经说过 如果要当副手 他干脆就还继续当市长 我觉得他是左眼 是在2024年 他可以把这个市长做好做满 跟韩国瑜产生一个市场区隔 然后再来2024 不要当落跑市长 对 没有错 那既然就是郭王还是王郭 但是我认为郭王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郭台铭在民调里面 第一个 他有参与过国民党的初选 第二个 他基本的支持度 还是高过于王金平的 所以来讲的话 郭当政 王当富 那柯文哲是会跟 郭跟王保持一种某种的 软性的合作 你认为郭王配 但问题是王金平在政坛这么久 他有可能 他愿意吗 对 其实我们都说 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很重要的黄金组合 但是我认为 包含郭台铭跟王金平在内 都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挂碍 第一个挂碍 对郭台铭来讲 你这个是要叛党 你等于是背叛国民党 郭台铭这个人 他本身 我说他是国民党控 他其实一长期加入国民党 虽然失联过很久 可是他对国民党是有很深的情感 所以我们看到 当国民党这个党产 遭受到这个清查的时候 他还借钱给国民党 所以他跟国民党有一种 很深的感情 这跟他的家庭因素有关 他父亲早期是警察 跟国民党关系很深厚 所以要他承担这个叛党的 这个被国民党开除的 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对他来讲 其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第二个 他会被人家质疑输不起 你看这个 也有人提出来说 你当初既然参加了这个比赛 你现在你就应该要遵守这个结果 而不是说我现在就 我输了 我现在就又托党参选了 但魏林斯很多迹象显示 郭台铭真的多少是被做掉的 可是魏林斯 像周錫伟这些人就说了 说郭台铭你既然 那你当初就不要参加 你既然参加 你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 初选的一个制度 一个规则 那你就认赌要服输 所以这个被人家批评 那第三个就是说 你到后来 如果你出来的结果 事实上 事实上这个蓝营分裂 反而让蔡英文当选的话 那郭台铭变成是 国民党的历史罪人 这也是他承受 无法承受之重 那最后就是 事实上他也发觉 在初选过程当中 政治真的对他来讲 不是那么熟悉 不是如他想象中那么容易玩 所以王金平比较熟悉 王金平当政的 对 但是王金平的分量还是不够 我觉得特别是 王金平年纪来讲 比郭台铭大比较多 而且郭台铭可以吸引到的是 一些比较知识 阶层或者是 所谓的科技选民 经济选民 所以郭台铭出来的 那个亮点 是比王金平来得大 但是也因为 郭台铭对政治不熟悉 王金平常袭 在政治上的经验 可以来辅佐郭台铭 而且他可以把这个 所谓的派系的力量 国民党派系的力量 来扶持郭台铭 让郭台铭有更多的陆军 所以您认为王金平 会心甘情愿当副手 王金平会 我觉得王金平会心甘情愿 但是王金平现在 最大的问题是 他愿意也脱离国民党 因为你也会被 国民党开除党籍 对于一个在国民党 这么几十年来的 一个资争党员来讲 我觉得他也放不下那一块 那怎么办呢 对 现在我觉得就是 郭根王里面 当然主战派跟组合派 其实各有不同的立场 主战派就觉得说 你看这个 韩国瑜的声势 一直往下走 但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民调 看起来韩国瑜 是约是第三名 可是问题是 虽然郭台铭 这个郭王沛 赢蔡英文 但是也赢只有4% 那其实这很危险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赢了很多 或者我今天 郭台铭赢了韩国瑜 也赢很多 那他看起来只赢了5% 如果你赢了10% 你才有正当性 那到最后会不会真的 你看现在其实蓝铭的支持者 是不愿意郭台铭出来的 他不愿意郭台铭出来的话 你今天真的会让蓝铭分裂 那到最后可能真的会让蔡英文 有利于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来一个很亮的副手出来 不然他真的整合了这个赖清德 到时候就往上飙了 变成是郭台铭 结合什么王金平 什么柯文哲 一点效果都没有 而且韩国瑜 你看我们以这个民调28%来讲 会有多少跑到郭台铭去 搞不好只有5%到8% 因为韩粉是很铁的 韩粉会认为郭台铭 你这个人就是 你是制造四端的 因为他们认为 虽然麻烦是韩国瑜 虽然民调往下走 可是他还是 基本就停在那个地方 大概28%到30%左右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其实很尴尬 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所以你真的要把他换下来 也没有正当性 因为他不像洪秀柱 洪秀柱那个时候 后来提出一宗通表 他的民调是一直往下走 但是郭台铭是 韩国瑜是往下走 可是走得很慢很慢 变成说郭台铭要等到 他下到20% 然后由换郭台铭再出来的 那个可能性 其实是很有限的 就变成逼得过 当然郭台铭他最好是说 你韩国瑜一直漏气一直漏气 最后国民党的基层 还有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看不下去了 逼党中央换韩国瑜 就跟当初的换数是一样的 可是现在情况是 韩国瑜虽然往下走 可是走得不够快 就郭台铭要等到那一天 等不到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脱党啦 那边韩国瑜他卡在那个地方 的确是想把它换掉 没有正当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 韩国瑜有韩粉 那这个跟洪秀柱没有红粉 也是天壤之别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势 比当初2015年来讲 国民党是更复杂的 另外 明玉姐 刚才范老师特别提到 郭说他认为郭台铭一定出来选 这个真的很符合 我们最近的消息是可能下个礼拜 或是下个礼拜他就出来选了 但是范老师认为说 王金平愿意当郭台铭的副手 这个所谓的郭王配跟王郭配 如果真的要配了之后 这个会吵不停 包括王金平在政坛上面的声望 也许郭台铭的良草多 刚才范老师认为是郭王配 您认为真的是郭王配吗 王金平真的有这么好瞧吗 说实在的一般外界的 不管是政治分析或是观感 都是跟范老师的分析都是一样的 就是觉得说郭王配才是合理 对不对 那因为原因的话 范老师刚刚也分析了 那事实上呢 这个柯文哲就我了解了 柯文哲跟郭台铭会面的时候 柯文哲也直接跟郭台铭讲 就说你一定要郭王配 千万不能王郭配 柯文哲也要郭王配 因为大家的分析就是这样嘛 就是觉得你郭王配才有票嘛 那事实上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让大家失望 我认为说现在郭 现在不只是说 国民党内部要整合这两个人的问题 你郭王要怎么配 我觉得这个是会 未来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王金平没有那么好瞧吧 对就我了解 王金平最近他身边有一个国师 王金平非常听这个国师的话 王金平就非常坚持 一定要当政的 所以王金平在各个场合 他都表达他不要当副手 所以你告诉我们说 王金平不愿意当副手 这我跟你讲 我有求证 目前为止 对王金平确实要当政 那我跟你讲为什么 两个原因 这个国师跟王金平分析说 说你的磁场跟你的面相 就是紫气东来 你就是有帝王之相 所以王金平现在紫气东来 一定要当帝王 对对对 都很相信算命 是意思是这样 我跟你说你不要不相信 就有的 大家有时候觉得很好笑 但是有的政治人物 真的就是笃性算命 他就觉得说你帝王之相紫气东来 所以他就认为说你一定要当政的 那国师第二姐跟他分析 就是说 说台湾的历年来的政治 只有蒋经国跟李登辉 在政治上是有经过 严格这种传承 那你现在包括陈水边 你叫马英九 蔡英文 他们这种都没有经过实物的历练 所以一上来都蛮惨的 就大家都前面都乱做 得到你知道国政要怎么摸索 你的国安系统 全部都摸索完之后 任期就到了 浪费时间 对其实这个说法跟柯文哲的说法是一样 所以柯文哲当初是认为说 谁来做总统都做不好 因为你没有像以前李登辉 或是说像蒋经国这样子一脉的传承 可是因为现在民主政治不可能啦 谁还让你这样子 我指定你做业援资做完 然后大家做这样子 怎么可能嘛 民主政治不可能 所以呢像国师也认为说 譬如说像川普 也是素人来做 所以把全天下搞得乱七八糟的 所以他就力劝王金平 你一定要做政的做总统 因为只有你有经过这样子行政啊 然后地方这个选举的这种历练 你是很完整的 带着像紫棋东来 对那所以王金平才会在他所有的谈话里面 你看他都会有讲说 包括我的人脉啊 我的政治啊 我的政治议题 或者是说我的资历啊 都胜过 都胜过郭台铭或是韩国瑜 为什么我要当副手 那我这边在讲一个故事啊 事实上我听的是说 这个王金平前两年 他有带一个团 去做日本友好访问团 那里面也有一个立委 他也是会看面相跟看时常的 他当场就跟王金平讲说 王金平他的这个磁场 跟安倍晋三很像 都有这种帝王之气 有帝王的磁场 那王金平其实也是信之不疑啦 对因为他就是很老派政治论 就很信这个 所以你现在包括这个磁场说啦 命理说啦 还有包括这种老派政治学说啦 都让王金平深信不疑 就觉得他一定要当政 好想请王金平来上节目 如果他真的仔细端的话 他是不是当时就不应该 离让韩国瑜他自己选到底 对他应该会赢 如果以国师的讲法 他初选应该一定会赢 他选到底嘛 对啊 无论如何他都会赢 但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嘛 那就看你信不信嘛 对对对 这就是命理上面的一个节目 我们当党内 是不是真的那么多大佬 都很相信命理 议员之议员你怎么看 还有包括到底是郭王配 还是王国配 还有我想跟你求证 是不是真的郭台铭 最快下个礼拜 或者是下下礼拜 他一定会出来托党参选 先回答第一个 选不选 王金平吗 对不对 跟政 郭台铭 他应该知道朱立伦吧 郭台铭选不选 郭台铭 我觉得他还在看 因为郭台铭现在想法就是 他要跟王跟柯变成一个联盟 然后这联盟一直做民调 如果这个联盟的民调 可以赢韩或赛的话 他就会出来选 所以郭台铭 还没有做决定 很快就出来选了 没有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决定 因为你看郭阵营的动作非常多 特别是他的发言人 以前我们做发言人的时候 我们不太会越除带跑 故意去解读老板的心思 比如说老板什么 跟谁有心结 不可能 你讲的是刘又彤 刘圈圈 那但是他就会 特别去讲说 比如说郭董跟谁有心结 又跟这个有心结 好像把郭董讲的气度很狭小 但是一般发言人 是不敢这样批评老板的 可是他居然会敢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经过 两个人唱双簧 所以郭董去授意 他说你去讲 故意讲说我们跟国民党有心结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不见面 然后我们再来做民调 来思考下一步怎么走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还在看 我也要想请郭台铭来上节目 他是不是这么有心机 不然的话 郭董到底要干嘛 我们也看不出来 就说一方面说郭董不出来见面 然后又让他的发言人 一直都在放话 而且前两天发言人 是自己发采访通知 发采访通知之后 还问记者说 你们要不要问我那一题 王金平叫韩国瑜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那一题 然后记者就说好吧 那你讲吧 然后他就讲说 你知道吗 其实精诚所至的是 郭董 郭董在初选的时候 精诚所至 但是被韩国瑜吃闭门根 所以金石为开 我说真的 刘伟彤一直有讲说 郭台铭在国民党当中 吃了很多的闭门根 你看郭台铭对国民党出钱 出力 这次国民党党内总统初选的时候 他就硬生成这样被他 他一定有很多怨气吧 他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嘛 所以大家认为说他一定会出来参选 这是最后最后一个大绝招 所以所以我讲他还在 他还在评估 因为郭董不会打没有把握的账 如果他民调没办法引他出来干嘛 便宜克文哲而已嘛 那你刚刚第二个就讲到王金平 我觉得王金平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出来选举 其实王金平过去在国民党 他当了四届部分区立委 后面两届国民党是特别为他修改党章 然后让他破格 因为让他当院长 那你们可以不要啊 那你要资恩图报嘛 你现在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选总统 然后你就一直放话说要参选到底 甚至不行 他本来选总统 依照你们的规则的话 是有民调跟党员投票 可是你们的吴敦毅硬是把民调 那如果这样你鼓励 賴清德出来参选嘛 賴清德更惨啦 被改更多遍 这个不一样 一开始我们选完之后 我们选到底喔 賴清德选到底啊 賴清德选到底就可以改 賴清德没有说 因为你们改規则所以我不参选 我们没有我们选到底 我是觉得没有正当性 那他现在已经讲说要参选 他说要参选到底 那最后势必会被开出党籍吗 因为我们现在国民党已经确定 停韩国瑜了 所以我真的不懂 王军党下一步到底 议员我也不懂 您刚刚说王津平出来选 没有正当性 还说他应该要知恩图报 这个逻辑是 因为以前国民党 我认为我们现在反映基層新生 其实基層现在 现在走在路上 大家已经对于过去讲团结 倒有点愤怒了 就觉得到底为什么出选 已经过了两个三个礼拜了 国民党现在还在一团乱 每天还在讨论郭台铭 王金平 这些不是原本都是我们国民党的人吗 韩国瑜要知恩图报 对啊 我怎么觉得 王金平怎么会讲谁要知恩图报 这个是不同层次 一个是人跟人之间 一个是人跟党之间 王金平就说韩国瑜明明知道 他要选总统 所以当时才帮韩国瑜 这么用力的辅选 那韩国瑜明明就知道 王金平要选总统的心意 那应该知恩图报是韩国瑜吧 那他们两个是因为我不熟啦 我先讲是党员的心态 而且整个初选的过程 才是让你们在选后 没有办法团结 最终因为整个破裂掉了嘛 对啊 因为你看 其实韩国瑜对郭也有气啊 因为吴敦毅莫名其妙的被请出来 然后还用一个荣誉党员的方式 给他机会 所以韩国瑜就用紧所有的方式 跟泰旺旺一起修理郭台铭 郭台铭被修理到建设当上去 所以现在才会变成选举完之后 其实我真的不认为 郭台铭气度这么狭小 他是一个全台首富 首富在并购企业的时候 会跟你讲这些小恩小怨吗 我觉得都不会 不可能说在并购大企业 总裁你态度对我不好 所以我不就并购你 我真的觉得不会 所以你是韩粉哦 不是 我觉得郭董 他现在就是没有算好 他出一步的时候要精算 所以现在就是说 一直制造声量 比如说今天骂一下韩国瑜 像副委会主委 明天又批评一下谁谁谁 制造声量 看看民调会不会起来 我觉得真的关键是这边 所以刚刚你看新闻 在访问所有我们党内大佬 没有一个人 每一个人讲都语言不详 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郭董下一步要怎么走 但吴伯雄讲得很实在 他说我当然不希望 郭台铭投党参选 他说其实很多选举 到明天最后一天我都还在紧张 大家都会紧张 因为那两颗子弹 通常是最后天丢出来的 吴伯雄其实是 吴伯雄是用一种方式去回避 大家的问题 其实大家说不出口的 就是很怕郭台铭脱党 可是现在又无力把他挽回 因为现在就是天要下雨 就是要看郭董 细雨一星 他到底决定要回来 还是要出走 现在国民党没有任何人有把握 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 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被柯文哲骗了 柯文哲现在主了党 一直要郭过去帮他出钱 然后讲了 好像说自己要做keymaker 其实是抓交替 其实是他自己不想选 叫推郭董出来 真的不要被柯片 当然是 我相信郭台铭也一定非常清楚 柯文哲的算计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 难道郭台铭会不知道吗 我要当然要郭台铭的良草 郭台铭当然知道 可是郭台铭现在 除了刚刚讲的怨念 整个初选过程的怨念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于保护中华民国这些 可是他认为 国民党现在推出的韩国瑜 并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中华民国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 最挺韩国瑜的蔡旺旺 就是这个国台办的走狗 对不对 那你韩国瑜当选之后 你就是听国台办的 你就是消灭中华民国 这是郭台铭讲的 那这个是初选 国民党初选之后 让出来的中间栏跟知识栏这一块 所以郭台铭就想说 与其我让韩国瑜 当了总统 或者不侥幸让他当选之后 然后被消灭 不如我就出来争 那我现在就像刚刚大家讲的 如果在整个初选 在民调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现在他做民调 如果郭柯王的这个组合 能够到第二名 我觉得他选的几率就非常非常高 那我觉得韩国瑜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他有没有可能变成 当初2000年的第二个连战 第二个连战 我觉得这是你们要去面对的 因为就我所知道 这个国民党 现在有很多的知识 其实一直开始在串联 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原知知不知道 可是我现在知道 有很多的学者 他不能选边站 因为毕竟郭台铭也是国民党 韩国瑜也是国民党 怎么选边站 我们当然是支持党提名的韩国瑜 而且我也不认为 韩国瑜会变成连战 因为韩国瑜现在民调 其实都很多民调都第一名 你发生气宝效应的时候 一定是民调比较弱的被弃掉 那韩国瑜现在民调 其实还蛮稳的 那当然我们也有成长空间 可是绝对没有被 需要被弃到的那种程度 如果正式提名之后 蓝营 因为现在是蓝营的空间浪出来 我要讲的是说 郭柯王这个组合 如果是郭跟王成为一对 然后柯来作为国会的选举的话 我相信对国民党的影响很大 当然对民党的影响绝对有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政党票之如此类的 可能都会被民众党吸走 那可是问题是你们 比较浪出来比较大的空间 是左卫的中间栏跟知识栏 那中间栏跟知识栏 到底会让郭王成为第二 还是成为第三 我认为第二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你到时候被边缘的 被弃保的就有可能是韩国瑜 不过政治是瞬息万变 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到底是郭王配还是王国配 刚才民意姐讲得非常明白 说王金平是要当政的 他仔细东来 而且他的政治历练非常的多 龚大哥一直在笑 那包括了到底是能够仔细东来当政的 还是包括粮草很多的郭台铭 才能够当政的 王金平当政的有三个很重要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 我已经七十八戏了 我做也是一人而已 一人做三十二戏 哪有可能又做人 你都给我做一次 你给我做一次 听大哥的话 让我大哥当一屆 大哥拜托你 他当政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所有这些支持王金平的人 都已经相信王金平不参加国民党出选 就是一路开始就是准备总统大选 他参加国民党出选 他的很正当性 我根本就没有惨罚 你们国民党筹算 你要怎么处理 就是你的事 所以那个时候他不选的时候 就已经炸定决心了 他可能说我不参加出选 最后落成一个副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那不这个还能混得下去吗 那其他当然是 民意讲的紫契东来 那个他可以是自己去编的 但是最重要一个理由 他一定可以说服郭一团明的时候 我当选总统 你当副总统 所有经济的发展 全部交给你处理 你规划你处理 让他有舞台 我全部干涉 你说了我为准 这个理由 郭台铭能不能接受 我相信他们在见面谈判 一定以至三个理由 郭台铭是舒服的 今年69年 他就是2024再出来 也不过73岁而已 他还有机会 如果台湾在这一任 玩郭配的时候经济搞好 他是下来 拼他第二任的 2024总是有机会的 但是郭台铭 要下来的理由 到今天还没有 我昨天在节目公开讲 如果现在郭台铭 你准备宣布参写的话 那就是吴敦毅 你准备要辞职了 为什么 因为韩文不会放过你的 韩天集团已经社论 就公开要你辞职 他怎么会放过你 那国民党党内正式大分裂 所以他们这个现在在演一出什么 逼宫夺前 红袖住下台南 剑子吴敦毅也是在逼宫 吴敦毅是内外煎熬 好像不像架子烤鸭架在那里 在左右翻转在那里烤一样 他到底要怎么办 他真的敢有那个脸去当 不分期第一名吗 在这种环境底下 所以吴敦毅的煎熬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我讲郭台铭如果真的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郭王配就像焕士铭老师讲 是现在民调合罪合理的一种说法 并不是王郭配是郭王配了 可是台湾的政治没有合理不合理的 台湾政治如果用合理的话 那真的怎么算的 台湾政治是不能算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郭王配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王金明在国民党蓝营里面 这个支持度太低了嘛 尤其是深蓝那块 黄沐星那块 根本就不可能支持他的 所以他每次选党主席 要干什么呀 都是很惨嘛 党员投票也很惨 所以郭王配 郭也许会吸引很多知识蓝 蓝营的人认为说会改变 至少有一点必须要接受承诺的 就是郭台铭讲过 捍卫中华民国是他一生最强的 最大的理念跟承诺 如果说你这么强的忍练 而且他出现的时候讲 尽管背后有人笑我傻瓜 但是对了事就要坚持去做 他都讲过这些 还不惜善尽家产 你要这样做 那如果说你突然去搭配 王金明做副总统的话 那人家就讲这个不是很奇怪的吗 那些男人那怎么会变成这样 要支持不支持会犹豫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协商协调 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成功马上就会宣布 可是我看这一集 最好看不是他们两个搭配 最好看是国民党的夺权逼宫 一言之你是国民党新生代 算是蛮优秀的 而且这一次一选就当选议员的 你怎么会有感恩突爆的这种字眼 宫廷文化的字眼出来 那个是老一辈的国民党 NP四重追随长官 然后我要感恩突爆 他电视上面他必须这么讲 不是 这个基层真的这样认为 因为我听他讲 他刚刚一直讲郭台铭的好话 我知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拍他马屁也来不及 我也没有讲郭台铭好不好 他决定要走的时候 你在怎么卫留他 吴敦律都见不到面了 不可能你也只讲几句好话 他就留下来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集来看 吴敦律会不会被逼持党主席 是比郭王沛哪个配 可能都还要备受关注 国民党党内的逼宫政治 除了刚才国中大哥特别讲的是 稍后回来还有洪秀柱的部分 洪秀柱三年前被换注 你以为他那口气 他可以存得住吗 这次他说 我可以 党内大脑你们都跟我一样 这么做 吴敦律要如何接招呢 洪秀柱倩户籍要挑战台南第六选区立委席次 对决王定允 清真绿中之旅 马英九跟兰尾都大赞洪秀柱 韩国瑜也在洪秀柱脸书上留言 说他经过不让须眉 希望更多因此豪杰跳出来挑战艰困选区 蓝营一下子气势大震 且民进党现在无党籍的台南市议长 郭兴良则非常忧心 洪六又是真的被吵起来 民进党切弯别以为台南一定不会失守 他的精神是足以代党整个国民党 作为领头养 他下来是一个原子弹籍以上的实力 他不是他的选 他不管是贏还是贏 输还是贏 洪秀柱以前党魁之姿 征战艰困选区蓝绿都钦佩 但也有消息指出 铸杰武建已在义工 已经决定要卸任了党的主席 他是第十九届的 十九届党代表 同时就只会和党人转型 那么二十届怎么会变成 只有十九届的人来听 七月份薪水没问题了 八月半移交了 八月底发薪水 当然是新人要负责 洪秀柱当过国民党主席 当过立法院副院长 以他政坛的资历 其实他是有条件的 虽然他在台南没有渊源 但为什么当他出来说 要选台南市兼困选区立委的时候 竟然国民党党部说 他们另有安排 直接给他打个两个大耳光 刚才不是有特别提到说 红秀柱最来选是一个 大颗的原子弹吗 这颗原子弹会不会变哑巴 到时候根本没办法发挥效果 说实在的 红秀柱第一炮打得很响亮 然后外界都对他很赞赏 就说哇这个女中豪杰 现代花木兰 那红秀柱也顺势说 你看你们国民党这些男人嘛 有没有 就把这国民党男人 扁得很低啦 但是现在你看 俨然是第一天很成功 可是第二天 现在开始 这个国民党铺天盖地的 整个反扑而来 我先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 韩国瑜要来谢谢红秀柱 那确实红秀柱 这个参选的动作 是救了韩国瑜 怎么救 因为红秀柱他就表示说 你看我这个女人跳下来 我都可以 就是说我可以整合 我都可以为党牺牲 我可以为党打先锋 你郭台铭王金平 他这个动作是有点 去做给郭台铭跟王金平 他自己都可以 跳下来做前锋 为国民党牺牲嘛 那你郭台铭王金平 也可以为了国民党牺牲来团结嘛 所以他第一个 他当然是救了韩国瑜 所以韩国瑜当然感谢他嘛 那第二个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你红秀柱 其实还是在 报上一次的党主席之仇嘛 因为上次的这个党主席 他跟吴敦毅厮杀的 非常的激烈啊 那刚刚这个你们的新闻 也讲了他们 其实他们的那个恶言相向 不止如此啦 包括就是这个 红秀柱当年也是 干掉吴敦毅说 你都人头党员啊 人头入党啊 对 然后这个吴敦毅也就是 那时候也是不爽 红秀柱说 那个党的钱都被你给污走 类似像这样子的啦 乌姐讲话很直率的 对 反正就是当时他们党主席 是厮杀非常的激烈 后来党主席 吴敦毅是一轮就过半嘛 那现在看起来是 红秀柱的一个 助助姐复仇记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啦 就是说如果他这一战 好就算输了 红秀柱就算输了 然后他也会被人家觉得说 哦你是为党冲锋陷阵啊 那你看你相较于吴敦毅 你只想坐在那边 被提名不分区立委 然后还想要垫第一名 然后还想要立愿龙头宝座 你自己都不出来选 那相较朱立伦输了 也都没有战功 然后就躲起来了 他就会认为说 你们国民党这些男人 就会把吴敦毅跟朱立伦比下去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次国民党 我们还不知道国民党立委选的好不好 但是国民党如果立委大败的话 那这是吴敦毅下台辞职 那红秀柱是不是又可以顺势而起 东山再起 所以大家认为说 这是红秀柱 一个这个党主席 复仇记的一个铺陈 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 你看哦 为什么今天包括国民党 还有什么党务人士 出来讲说 哎呀你红秀柱 你不用跳下来 因为我们那区本来就有人了 可是你要听听看 党务人士分析的 其实是有一点点道理的 他认为说你红秀柱 你今天选输了 你对战王帝宇 你不一定赢嘛 因为王帝宇 人家耕耘很久了 你红秀柱柱柱节 你蛮有这个热忱跟抱负 你但是你还是空降的 你选输了 你拍拍屁股就走了 没有当地的长期耕耘 对但是你们每次这个外界 都批评我们国民党都不耕耘 然后什么都不给年轻人出头 所以有啊 我们这次有一个 振兴礼的里长 童小云 他要出来选 所以意思就是说 红秀柱你不要来 他们要提这个 他那个党部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们那一区 都没有蓝军的议员 那所以这个童小云 他虽然可能是牺牲打 对战王帝宇 你可能是牺牲打 可是他如果这次立委 知名度可以打起来的话 他可以铺陈下一届的议员 那我们国民党就有传承 其实你听起来 其实是还蛮有道理的 但是这番话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 这就是说 还是帮这个红秀柱 帮党中央来打红秀柱 杜柱姐听这句话 应该觉得不引以为然 不过我刚仔细看了一下 童小云 现在是台南振兴里的里长 范老师 一个里长 他要直接选立委 会不会跳太多 对的确让人家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太越级了 因为你一个里长 你应该是 应该是选选现议员或市议员 然后他等于一副三级跳 我问米威姐刚好说了 他应该是选不上 有一个里长 那个成什么河 选市长还得12万票 说不定地方更运的很好 有希望的意思 对啦 为下一次铺路 对啦 他当然 可能是为了下一次的市议员铺路 那就继续做 这事上给祝祝姐来选就得了吗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找一个 国民党还不错的市议员 例如说别的 可能再来参选比较可能 因为洪秀柱出来 我相信高雄市民会 台南市民会怎么想 他觉得你就是来 然后你主要选输你就走了 因为你跟台南没有连结 你自然拿台南这个选区 来作为你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台南人 因为你跟台南没有关联性 就你来台南 我觉得会觉得很唐突啦 所以其实你说王定宇 他当然欢迎洪秀柱来啊 因为会制造话题嘛 而且也会拉台 这个选举的热度 会热闹的 对 但是我必须要讲啊 就洪秀柱其实正式出这一招 我认为从政治来讲 他是高招 因为他已经消失政坛一阵子了 忽然大家发觉 洪秀柱出来了 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 你看唐秀龙说了 国民党里面没男人啊 那洪秀柱其实 他这一招要抛砖引玉嘛 他抛过两次砖了 2015年他当时也要抛砖 他因为国民党当时 一直没有人出来选总统啊 王金平也不出来 然后这个郭台 那个时候那个吴敦义也不出来 对 然后这个朱立伦也不出来 所以他当初他说 我出来就是去玩抛砖 可是他砖抛下去 把三个男人都打到了 冯老师 洪秀柱自己讲说 那个台南绿到不行 河里面捞出来的鱼都是绿的 他自己知道很难 那您又刚刚又说 洪秀柱来选是对的 难道你也是挖洞 让他跳吗 我觉得他真的出来 这个表态 对从政治操作来是对的 可是我认为他去选 真的如果去选的话 我觉得当然 对王立宇来讲是好的 你也不看好 我不看好 但不看好嘛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 飞而铺火啦 像蛇丰特工队一样 有去无回嘛 因为不可能在台南那边 如果你找一个 在北部的选区 比较有可能的地方 OK 那台南真的是很绿 当然他去只是代表一种雄心壮志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激发士气 我觉得这还要再观察 议员 如果今天洪秀柱不选 不 洪秀柱先来选 但是却被这个童小云给挤走了 基层党员 基层的声音 你怎么看 现在他台南市党部的说法呢 是把会把这个童小云跟珠柱姐 这两名单一起报给党中央 让党中央决定 党踢皮球不是吗 对 但是党中央说呢 会责成台南市党部来决定 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说 现在到底要怎么决定 对嘛 你刚才也不能做民调嘛 因为这是监困选区嘛 对 但是我必须要反映一下 我们国民党基层的声音 虽然大家刚刚从很多权谋的角度 去讲珠柱姐 可是我跟各位讲 其实珠柱姐 我认为她没有这么多的心机 我觉得珠柱姐其实是蛮值得赶配 尤其是我们基层 其实是振奋人心 因为最近国民党 都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消息 自从韩国瑜被全台会提名以来 大家讨论都是郭台铭会不会出走 王津平会不会出走 这两个会不会被柯文哲拿骗去 其实基层是忧心的 再补一个韩国瑜的声势不断下降 还好 我觉得其实还好 因为不同的民调 会有不同的结果 但是这一块倒不是我们担心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郭跟王的问题 但是珠柱姐昨天这个消息 一出来其实大家很振奋 而且很希望说大佬可以效法 洪秀柱柱姐的精神 是不是可以到一些艰困的选区去选举 所以刚刚明昱讲的 说是不是他选完就跑 或者说应该栽培里长 我觉得珠柱姐去选的意义 不在于说是不是要栽培 而是他整个外裔效应 他可以让国民党低迷 持续一段时间的士气可以振奋起 这个是你们党务人士讲 你们党中央讲的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洪秀柱的外裔 到底对国民党来讲 会是正向还是负向 正向 我告诉你 我这么看 洪秀柱在这个 国家主权的部分 他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 他是比较亲中的 那你们真的想要在这一次的选择 选举里面 再把亲中这件事情 拿出来当选举的焦点 好不好用 我觉得这件事情 会是国民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他的一中统表 对 那个坚定的一个中国 因为 是已经被定型的啊 我觉得立委选举的 所有选举层次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洪秀柱 韩国瑜 在整个政治光谱里面来讲 其实他是比较极端蓝的 就是比较统的 那你们现在蓝营 都已经很担心 就是像郭台铭 他就非常担心 韩国瑜的这个 国家主权的立场 会让台湾中华民国的权益受到损害 那你现在洪秀柱又出来 又把这一件事情闹更大 那你立委的选举也是主权 总统的选举也是主权 那加上这个 现在香港的情势 越发眼烈的时候 我告诉你国民党 我是觉得民党 不用急着给他贴标签 反正如果他还选 我们都不怕人怕什么 就用他的论述 我觉得绝对没有所谓 亲中的问题 韩国瑜也说过 绝对不会一国两制 除非over my daddy body 所以大家不要再讲他亲中 或支持一国两制 那如果害怕猪猪姐 会不会变成亲中 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都不怕了 我觉得就去 让他论述清楚 但是我觉得那个造成的士气 因为我再补充一句话 为什么去年 韩国瑜可以造成寒流 其实我讲一下基层的声音 因为过去国民党 普遍来说被人家认为战力比较弱 那韩国瑜那时候 两年前出来的时候 骂段银康曲棍球 然后骂王世间世间情 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 国民党终于有人才 有战将了 那韩国瑜去年也选得非常好 韩流 我觉得猪猪姐 大家为什么现在说他洪流 就是在现在国民党一片低迷 很多老人充满政治算计的环境底下 他冲出一股力量出来 让大家很振奋 我要传达的是这一点 洪大哥按照原则议员讲 他只是一股振奋的能量 看爽的啦 但是事实上 他也许要选也选不上 所以事实上到后来 如果洪秀忠下来选 或这个里长下来选 到后来还是绿油油一片 洪秀柱要到台南选的话 台南市民只问他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要参选的 官庙 仁德 永康 到底有几个里长 哪些里 你给大家听听看 可能跟韩国瑜去高雄一样 连十条马路都搞不清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的一中统表 现在还算不算数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你要用洪秀柱 捡取一个洪流 要跟韩流结合 韩国瑜会吓死 韩国瑜就是讲 我不战成一国两制 什么我粉身碎骨 什么你旁边站的是一个 一中统表的 而且现在就跪下你了 哪里有这样子结盟的 你说洪流对韩流扯后腿 所以洪流要掀起来是不可能 不可能原因 我再讲仔细一点 因为洪秀柱 你被人家定型了 你要怎么改 韩国瑜是没有被定型 他出来说讲了很多东西 大家听起来很新鲜很好奇 现在网路 网路上红的一个网红直播 那个网红叫做龙龙 他在节目里面怎么讲 台北人 台北人现在国骂 什么骂法你知道吗 你去死啦 这叫国骂 台北京都你去死 你去高雄 国骂是什么 底下大家大喊 花大财啦 现在你去高雄骂高雄龙 你花大财啦 大家知道你 你去骂什么 就是靠世公 不是靠世公 骂你骗主 骂你这个 跟东西 我们这是国骂嘛 不是说这是谎言 不是骂 什么骂 现在最红的这段片 大家你去看看 高雄现在这样没了 没发大财 高雄不是骂 不是骂 不是骂的 就是骂的 那拍天 现在是骂你发大财啦 那就暗指韩国瑜嘛 所以韩国瑜创造出 这些名词出来 新鲜感出来 热度现在已经降下来 人家把它当成笑话 在这里讲 你洪秀柱去台南那个地方 你是你心里都知道说 這裡是個綠的大餅 那你要怎麼去突破它 這兩三個問題 如果你自己又沒有辦法創造新的 韓劉怎麼會捲起來 郭信良台南的議長 講的事情講對一半 洪秀樹下來參選 贏也是贏 輸他也是贏 因為聲勢被他造起來 他下來了 把國民黨這些大佬 打得灰頭土臉 但是他講了一半不對 他說洪秀樹是鹽子蛋 如果洪秀樹是鹽子蛋 不會國民黨放在那裡 放四年 郭忠祐如果他是原子蛋的話 包括吳敦英也好 包括朱立倫也好 是不是都應該要挑一個 艱困選一下來選 對 所以我們昨天有建議 原子蛋就應該這麼搞 藍頭說兩個候選人 已經很強了 不需要 那你就去台南挑戰陳廷輝 前後任黨主席都在台南 挑戰兩個最艱困 沒有人敢挑戰的 一個王定寅 一個陳廷輝 給大家看看 可是也不可能 他們又講說 他是黨主席 怎麼可以自己來選 也有可能 可是國民黨的大佬們 郝龍斌上一屆在基隆 輸得滿臉灰頭糊塗臉的 那不是沒有選過啊 所以不要以為說 這些大佬沒有出征參選 你就只有洪秀樹 人家郝龍斌上一屆不是輸了才選了啦 到要求朱立倫下去選 以高斯伯書 市長書 朱立倫下去 替你的這個小舅子復仇 給大家看看嘛 洪秀就是一個洪流 代話回去給你們朱立倫 前市長嘛 明年因為總統立委一起選 所以要看怎樣對黨最好 不過這股洪流到底會不會造成 什麼的外衣效應 我們值得觀察 稍後回來帶你看到 雖然今天韓國瑜沒有公開行程 但明天跟各位講 他要去南投 7月28號 國民黨全代會的時候 當時國民黨要營造一個 大團結的氣勢 當時誰沒有參加 侯友宜 還有誰沒參加 南投縣的縣長林明珍 明天韓國瑜要特別去拜會林明珍嗎 是不是林明珍 已經轉向支持韓國瑜呢 台灣的政治史上呢 每個宮廟都很重要 明天韓國瑜要去南投 說那個拼選舉嘛 每半個小時要跑一間廟 要拜託一下 讓所有的志工政治 他要說韓國瑜要拜託喔 但事實上南投真的太敏感 7月28號 國民黨全代會當中 有兩個縣市首長沒有去 全代會當中舉手 動算大團結 第一個是侯友宜 第二個是林明珍 明天 明天韓國瑜 可以到南投來 他是不是其實已經喬好 林明珍會出來說 加油 給你站什麼 林明珍因此真的已經支持韓國瑜嗎 應該是我覺得可能性不太高 不會有 我先講最近幾個現象 大家很好奇 就是說吳敦義不是突然講說 大家不要把韓國瑜當外人 有沒有 說實在就我了解 其實他是講給 確實是講給黨內同志聽 其實不只是林明珍 你包括就是說 像賴峰偉 徐耀昌 金門 欧友宜 對 新北 澎湖 賴峰偉是澎湖 徐耀昌是苗栗 那侯友宜是新北 大家想看這些人 當年就是說在韓國瑜大勝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口號嗎 就是說韓國瑜一人就全黨 對不對 不是很厲害嗎 可是你聽在這四個縣市長而裡 當然很不是滋味 這四個縣市長 有一個人是靠過韓國瑜的嗎 沒有啊 他們不管是說 那個地方本來就是藍大於律 或是他們靠他們自己 每個人都是大勝 沒有人靠過韓國瑜 像林明珍選的時候 也沒有靠過韓國瑜啊 而且你就為什麼最近侯友宜 那麼的不 就是說好像就是一直在避著韓國瑜 包括說那個全代會提名的時候 就在那個新北市的 他的主辦區 侯友宜還是不出席嘛 對不對 說的好聽 雖然講說 我是為了這個公務繁忙 但是大家都知道嘛 當年韓國瑜還沒有竄紅的時候 侯友宜可是國民黨 當時的這個明日之星啊 大家都覺得侯友宜勝算最大嘛 侯友宜反而是領頭羊 當時還要侯友 韓國瑜一直來拜託侯友宜嘛 那後來這個是韓國瑜 聲勢起來了 但是還是一直要把什麼 凸子啦漢子啦燕子啊 一直把他抱成合體嘛 那其實你對這些縣市長 我剛剛講的林明珍 賴豐瑋 徐朝章侯友宜這些人 哪一個都是靠韓國瑜 沒有啊 所以明天林明珍應該不會出來 藍寧沒有本錢 再搞分類繼續玩 是打大擦擦 因為當時林明珍也不是靠韓國瑜啊 林明珍在選的時候 韓國瑜也沒有來幫他站過台啊 他們也都不用合體嘛 林明珍靠他自己就可以了 那所以現在很好笑的是說 當時不是一人救全黨嗎 那現在搞到好像變成要全黨救一人 所以你就是現在 感覺整個情勢都反了 我覺得當時 就是說韓國瑜的個性 就是說你在選上之後 你好像都覺得我是一個人獨大 你也沒有去感謝這些人 那現在好 你現在看的民調慢慢變低了 你需要大家幫忙的時候 那現在誰要來看你呢 就是說我覺得 我就現在政治現實是這樣 光大哥政治現實當中 是不是明天林明珍 他不需要也出來虛位一下 演一下 代表說韓國瑜來 我應該來跟他打個招呼 我覺得他去南投 比較重要應該是許淑華 去給許淑華拉台身 許淑華選立委 一直是他的這個各場造勢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主持人 最第一個主持人 到今天為止 韓國瑜的幕僚團隊 許淑華還是占有很重要的分量 他是副執行長 他已經是他團隊的 對對 北部 北區 他有北部的副執行長 跟孫大謙兩個人 所以去那邊 我看的意義是比較 拜廟比較大 桃園九家廟 現在南投七間廟 總共十六間廟 台灣的廟室不敗不敗 台灣的廟室 現在是台灣最用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來自的信用 每一個不管你要選什麼 華國既的人 都大家去拜廟 所以他現在韓國瑜的 這個造勢風潮 是整個把台灣的廟室 要拜給完 但我是覺得說這樣子走法對韓流 真的會沒有影響嗎 大家在看他南投有沒有氣勢 又扛起來 如果如果沒辦法又扛起來 只怕廟而已 那些什麼 十幾個一直 南投很難吧 你這樣拜廟拜拜的 那真的有扛起來 所以南投 如果南投真的很難的話 林明正去不去 對他來講 沒有意義了 所以這個上一次 這個上個禮拜 到桃園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民眾 已經開始在關注 他之前在初選的時候的肇事 跟現在到桃園去造勢的量 已經大幅下降了 所以他這一次 如果再去南投 我覺得許淑華要當選 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所以他再去拉抬他 反過來應該是許淑華來拉抬 韓國瑜在南投的 這個整個氣勢 不過我覺得 郭董的樁沒有那麼好拉 郭董的樁 你要知道 郭董最多的是什麼 是資源嘛 你說真心人 對啊 一攻下去了 我相信這個資源 這個地方組織 應該全部都回來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比較緊張的就是說 還是要跟地方拉好關係嘛 所以林明珍到底能不能在 郭董出來的時候 能夠保持一個中立 我覺得這是韓國瑜所希望的啦 不過我補充一下第一段喔 第一段大家有在想說 王郭沛有沒有可能 我告訴你 如果王郭沛啊 他的民調可能就不會再有30幾%了 大家要知道 因為大家對王金平的印象沒有那麼好 郭王王柯雖然兩個換個位置而已 那個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謝謝大家 謝謝